这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 但是旁边有一条河流 说明了有可能在这上面有一条湖泊 或者是一个水渠之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这里 你看 在路边有一只死去的牦牛 这应该是被野兽袭击了以后 现在只剩下了一些尸体 你的体子 还有它的腿 身上的肉还有头现在已经全部都不见了 这一定不是人留下的 因为这个毛皮的话可以再利用 现在它就被抛尸荒野 应该有很长的时间了 非常的惨 说明这个山谷里面一定有某种野兽 胸骨还有里面的肉都没了 这里还有一些大腿 这不知道是不是头骨 很惨 今天我们才和牛魔王拍了照 你看 弱肉强食啊 走进来以后就显得特别的陡峭 这里几乎没法爬上去 哇 来看这里 哇 这里有好深的一个洞 而且特别的大 我今天没有带电筒 非常的深 这不知道是不是狐狸洞 或者是狼的洞 这完全足够一只狼钻进去 哎呦 今天走快一点 电筒没带 电筒 昨天晚上当照明的灯光了 嘿 嘿 嘿 你看 非常的深 看不到里面 这一路啊 都有很多野生动物 刚刚我就看到上面有乌鸦 不知不觉都走到这里 哇 你看这里又有一个 嘿 嘿 看到没有 特别的大 一个挨一个的 只有可能是 某一个动物群体 不知道是不是豺狼 不过你看这里 全部都是 这个不是很深 这里都不太深 这里都不太深 但这些动物 应该是什么动物留下的 悬崖峭壁 下面 看着要时刻 保持一些警惕 说不定 现在我就被什么动物盯住的 这峡谷啊 特别的油深啊 你可以延伸到那边去了 这个就没法走完吧 在烈日下走起来 这特别的累 然后现在满头大汗了 你看 在底下 又有一只牛被吃的 只剩下了骨头 非常的凄惨 而且它的头骨啊 都看得特别的清楚 说明这里的野兽啊 果然不少 要是突然跳出来一只的话 我还真没办法 唯有的防身的武器 就只有现在手上的这个GoPro 然后给它当门一棒 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 唯一的办法呢 就像这样 嘿 嘿 估计这些野兽啊 应该就藏在这些丛林里面 因为白天它也不会出来 在丛林里面 偷偷的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哇 你看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洞 特别的大 这个洞 估计是 应该是豺狼或者是野狗的洞 完全看不到里面 但是里面的那个动物 它一定可以看到我 没有电头 离远一点 像这些丛林里面 很容易藏一些野生的动物 根本没法发现 一旦 稍微天色有点偏黑的时候 可能这里面就有东西会活动了 所以得格外的小心 周围啊 这是怪石淋雨 因为这边是背光的 所以你看上面有很多的青苔 下面还有蒲公英 你看 从小啊 就听说这个蒲公英呢 可以带来希望 希望 那我们也让蒲公英的种子啊 把他的希望呢 带给这周围吧 疫情啊 早点消除 哇哦 非常漂亮啊 非常漂亮啊 哇 哇 你看 这里有一些金帆 就在这一个巨型的岩石底下 哇 哇 哇 特别的滑 那这金帆 就残绕在这个巨大的岩石上面 说明这里应该是某一个神山 这些经文确实都看不懂 这岩石上面也并没有写任何的文字 不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哎呀 哎呀 好累啊 最后 哎呀 现在马上就要西洋西夏了 哎呀 就是那个山谷的底下 一直走到这里 但是仍然没有走到尽头 哎呀 不知道还要走多远 那这边的 这野兽也比较多 我们干脆先用无人机啊 飞过这个山谷 看一下这周围的环境吧 这边都是小架啊 我真的好想要走到尽头 好吗 在这个山谷里面 是我的天安谷 看到这边都要走到尽头 那边是这边的 那边都是有水的 是我的天安谷 在哪里面 那边都是有水的 要有水的 我可以想要走到尽头 怎么样 看到有什么东西吗 我用空拍机飞过了这个峡谷 跟着这个小路 也就只看到了几个房子 所以继续我们往上面走 应该没有什么太多有趣的东西 应该现在快要六点半了 一会儿七点钟 那些防疫人员还要每个车辆挨个来测体温做登记 那我现在只有先下山谷了 这里就是这样了 好吧 那我们待会儿见 你看在对面那个岩石上面啊 也拉上了金帆 再过去看一下 这里面挺深的啊 没有多深 你看 这里就到头了 上面同样有一些金帆 说明这里呢 应该都是某种神山吧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好 好 好